我81年的时候就有自己的事业 服侍航 那么先生呢 是也承包有妻嘛 两个孩子都很乖巧 也很懂事 那婆婆呢 真的是非常地关心我 帮我带小孩 让我在这个工作上面 就没有后顾之忧 1999年的时候 一个辖区的园警 在回家途中发生了车祸 就变成了植物人了 那她的太太 因为伤心过度 所以隔年也就生病 生了 留下了一个三岁四岁的制止 那这样的一个 警察的一个个案 让我觉得说 人生为什么会那么的无常 这是刹那之间 一个家庭就破碎了 以前因为都是忙于在做生意 所以跟孩子也没有什么 很多的机会可以互动 比较会去乱花钱 不懂得节制 做了职计之后 看到小小的一个事件 就让一个家庭就是破碎了 我就会觉得说 自己真的是很有福 我把上人的法应用在这个生活上 跟孩子也比较懂得跟他像交朋友一样的 跟他谈心 在这么样的一个圆满的家庭里面 所以我就想到说 这么有福我应该要能够来付出来造福 你到现在我一直在持景会这个区块 来关怀我们的远景 近世宜有一句话很棒 就是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 自己也可以带动家人一起来做 然后让自己因为付出而得到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